因为西南风的影响,昨天在台南、高雄有不少地方大雨常灾。台南安南区有好几条马路变成水路。 至于在安平区,有大楼的停车场不仅雨水从车道流入,还有从天花板悬泄而下,排水不及大淹水。 而在高雄的湖内、岡山等地区,有不少路段也因为积水管制通行。 民众骑车冒险经过台南机场路旁的小路,险些被水流冲走,有人赶紧拦住就怕发生危险,十号一早台南下起大雷雨,三爷公西水位暴涨,仁德区机场路的变道淹成小河流,还出现瀑布奇景。 民众无奈正在门口等水退,安南区安中路一段,水淹即溪,透天错一楼的客厅,厨房和厕所无疑幸免,全都泡在水中。 安南区一整天累积雨量超过两百毫米,外出道路淹水,有民众划着立桨带孩子外出,曹皇宫也因为大雨水淹进庙里, 安中路四段,水淹半个轮胎高,傅康巴士不小心泡水抛锚。 大水不断从管线宣泄,安平区累积雨量更惊人,将近两百五十毫米,雨水从水沟倒灌,又加上维修孔盖未装好,大楼停车场打烟水,住户赶紧移车。 北高雄的湖内,子冠和钢山也因为大雨,不少路段淹水,警方拉起封锁线,管制通行,钢山沿浦路一整排透天新社区,水淹进车库,居民怀疑水沟工程有问题。 水利局表示,建商开辟造成撤沟淤积,会看后将进行联通款工程改善,不过气象局针对台南高雄持续发布豪雨特报,要小心房斋。 机脚里传,陈省坤,温正恒,台南高雄综合报道。